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 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故人张谦 张谦是汉武帝首创查举制之后 被推举出来的孝连 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 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 朝廷行政事务见习惯 张谦觉得出事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谦挑选了勇士随行 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唐义富 给张谦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 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谦 让一个名不见经众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 汉武帝有气凉 没把握 去年 汉武帝很高兴 汉武帝 汉武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